嘉義人的堅持是對的 大家好!我是Nono 今天為什麼戴眼鏡呢? 因為我眼鏡就是過敏 然後現在陰險鏡戴不進去 今天只要醜醜的戴眼鏡了 我戴眼鏡應該還是很正吧 現在走個文青路線 就是要來唱一首歌啦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 跟我一樣 今天唱了這首歌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 不是來到阿里山 是來到嘉義 昨天在我的IG上問大家來到嘉義要吃什麼 很多嘉義人都推薦在地美食給我 今天就是要來吃嘉義Google 四顆星以上的美食 說到嘉義大家都會想到回家肉飯 在哪裡呢?完全沒有火雞肉飯喔 今天我們現在就去吃美食啦 她沒有開 她近日公休 現在就要帶大家來到嘉義的 剛剛打到模特兒 我現在帶大家去嘉義的東式市場 海內呢有一家非常古老的冰店 她長你的歷史喔 她在市場裡面 她竟然還有4.1顆星 聽說到那邊呢就是要吃她的粉條 炎炎夏日就是要吃冰 好熱喔 所以她不算比台棒 所以她不算比台棒而已啊 比台棒我沒玩啊 你們看現在生意超好的 她的冰看起來不是那種細的一種變化 她有愛玉 粉條 我曾經說過呢我不喜歡冰台棒加在冰裡面 因為我覺得那個真的是非常的不道地 冰台棒就是要吃鹹耶 還有粉圓啊 綠豆啊 還有仙草 愛玉 夏天吃這個真的好清爽喔 還要吹我瀏海 然後最後的冰台30塊 沒有耶 裡面有8種料 這麼多冰都冰啊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是1點半了 我們剛剛還想吃那個蕭家春捲 都太大了 還好我們有吃到冰 對面哇塞 這排隊的人潮真的是也太多了吧 平常看到的涼麵都是直接麻醬涼麵 夏異的涼麵就是比較不一樣喔 它就是美乃滋加麻醬 嗯 感覺很奇怪耶 既期的要害怕受傷害啊 麵跟我們一般的麵不一樣耶 先把它拌一下 好香喔 好好吃喔 它有麻醬味 但是這樣美乃滋味道不會很重 然後非常滑順 它的麵啊感覺是我們大咪的寬麵 可是它就是冰的 芝麻醬跟那個美乃滋好好吃喔 應該就要大碗的 吃它看啊 你看想想吃 吃兩麵要配它的果汁 用四種不同的水果打成的喔 它是現打的 它露出來是什麼 口味 什麼 鳳梨 木瓜 芭樂 檸檬 它的果汁啊真的是有果粒的渣渣喔 它是認真的果汁 很多在地人外帶耶 哇想不到美乃滋加麻醬 變成涼麵超好吃的 我今天終於覺得 嗯 嘉義人的堅持是對的 涼麵就是要吃美乃滋加麻醬 我竟然 有這個想法了 下一家叫做 共肥餅 好像對面有打過來了有沒有 聽說呢 這是大陸福州的點心 賣的人就是大陸人 買的人不就是共肥嗎 現在要去買我也是共肥囉 平常這家都要排隊 我現在看到都沒有人 趕快去買 你看它超大 我拍個網美照 甜的裡面啊 有芝麻 有花生 然後吃起來甜甜的 它有點像比較脆的北藤桂 偏油 我嘴巴現在充滿了那種純米油的光滑感 顯得呢 相對來說 就比較小 但是它真的非常的有重量 顯得很讚耶 冬粉是炒過的冬粉 有點像牛肉麵口味冬粉 一整顆的荷包蛋 辣椒必備OK 再來來我們來醬點辣椒 好 鹹的口味比較好吃 我眼睛掉下來了 炒製到掉下來了 你們知道嘉義其實也要吃一個叫做 水...水晶餃 不是火鍋的水晶餃喔 這家水晶餃呢有4.7克的評論喔 希望不要讓我失望喔 那我們現在就千萬水晶餃啦 Go 我剛剛問老闆說 為什麼它的皮看起來是這麼的光滑 晶瑩剔透 他說因為它是用地瓜粉做的 還沒蒸之前真的就是白色很像長得跟包子一樣 然後蒸完呢它就是這樣水晶透明狀 這是原味的 它看起來根本就是水晶包 它吃起來真的有點像肉圓的感覺耶 筍子還很脆很鮮甜耶 很多人啊其實都是一盒啊 就五六顆這樣帶 然後就只有我說我要兩顆 下一個呢就是蝦仁的水晶餃 裡面包的餡料是一模一樣 也是筍子跟肉 然後它真的多了蝦仁 多了這隻蝦 多了5塊錢耶 蝦仁呢有點乾 整體來說好像是原味的比較好吃耶 覺得它蝦子好像也沒有說特別的鮮甜 或者是特別有那個蝦子的甜味提出來 那種傳統的蒸籠把它蒸出來的 屏東飯碗一個十塊對不對 好像吃屏東飯碗比較符合成本耶 一點飯碗還有湯 我覺得這有點乾乾的 因為現在非常的熱 所以我們就剛好轉角看到這家冰店 然後我就馬上查了一下 它的Google評論雖然只有3.4顆星 大家都沒有批評到它的餐點 但是它為什麼低分呢 大部分人都說 員工非常的愛聊天 都不太理客人 看一個評論他非常的生氣 他說 我就覺得超好笑的 沒有抹茶凍 鮮草凍 藝人還有紅豆 它的抹茶凍也太香了吧 偶尼呢非常的Q耶 而且你講到最後 芋頭香氣有出來 這個抹茶比較特別 因為它抹茶吃起來真的是抹茶香氣跑出來 然後其它吃起來相對就比較普通一點 我剛剛看一下店員的態度 這個態度也很好耶 他跟我說謝謝餒 他對我們微笑耶 他對我們微笑耶 他跟我們說廁所在那邊 他跟我們說廁所在那邊 那記得開箭囉 那服務蠻好的啊 我們來數1 2 3 你們覺得今天最好吃的是什麼好不好 3 2 1 涼麵 沒錯 涼麵真的是有夠好吃的 我本來一直聽我朋友說 涼麵那個麻醬 加那個美乃滋 超好吃 那時候就很懷疑 呃 美乃滋好餓喔 是什麼東西啊 結果我剛剛吃 我馬上密他跟他說我錯了 因為真的涼麵有夠好家 大家來到嘉義真的是 必吃涼麵 然後嘉義不要再吃火雞肉飯了 有涼麵更好吃的去吃呢 其他的呢 大家也可以去試試看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喜歡我的Google評論美食影片 記得要留言跟我說 想看我做什麼樣的影片 也可以留言跟我講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 掰掰